先吃下午茶 这个是$38 叉烧拉面 就是洛富的foodcock 我觉得是合理 不算很大碗 但是应该是正常的 而且拉面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今天是很热的 所以也很怕一些室内东西 也更新一下洛富的餐厅 因为洛富有经常建议的餐厅 都变得很厉害 而且都很齐款 就是弹圆之地 出奇地齐 我去过不同地方 才发现洛富 都挺福利的 今天就拍一下餐厅 主题就是这样 这里就是洛富的foodcock 窮人阴密 很多便宜的东西 一些 给得起钱 的食物 在这里 变动也很厉害 这里是PayPalunch 我都偶尔吃 因为我觉得是可以的 炒饭的那些 这里有一家叫做 光仔技 有些粉面 其实这里的价钱 都是四五十元 左右 二十多元便没有了 看到里面的厨房 也挺厉害 这里另一家叫东方小厨 有贵有便宜 但是也是四五十元 都可以吃到这个餐 可以看一下 这个餐牌 39元 有个炒河 46元 最高55元 五次优惠 看到厨房 这个是风感流 这个是以前我挺喜欢吃的 是一家吃的 有什么小籠包 现在变成了吃泰国菜 有些泰国醬料 海南鸡饭 那些东西 我这个反而少吃 这里有个收饭处 我刚刚吃了这家拉麵 这个拉麵 价钱有贵有便宜 这个拉麵 有些都 最贵都可以去到 一百零百元 一个 那些叫做 定食 暗茶便宜些 三十多元 如果你平常 拉麵便是五十至六十 五十至六十元 五十至六十元 我觉得是合理的 如果拉麵价钱 这些 好过这些吃百多二百元 那些 都是那些 那些 那 还有 Moltz Burger 这个我就比较少吃了 那些都可以的 其實 Moltz Burger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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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价格 它款式也很漂亮 可以看到 看照片也觉得漂亮 有很多材料 有很多材料 原来这包裹也不是很贵 下次试试 这包裹也算是三十四十一元 这包裹也算是很高 看 都很久没吃了 很多配料 现在不觉得它很贵 以前也认为三十几元 一个包裹 那就是天人名茶 以前 认为三十几元 是不是贵 现在就觉得不贵 因为如果吃过Fly Guys 你会知道那些是神价 还有咖喱饭 这个就是Jeans Curry 即是银咖喱 三十多四十元左右 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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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園 這裏有一個很大的EON 都得天獨口 平時這些EON 原來去到旺角 那些人是瘋搶的 覺得很稀奇 我這裏有些貨物多到無論 香蕉有便宜有貴 有些是十元 有些是十多元 這裏是邪惡的熟食區 下班有很多人 現在下午兩三點都沒什麼人 看一看,很邪惡 因為如果拿一百元出來 可以放堤 這裏有些分題 分題 32元 這些分題 還有那些 甜麵筋 酸甜麵筋 18元 酸酸甜甜 有很多款 有些什麼 無豆 雪菜無豆 小食 20元 任君選擇 這裏還有些 他就包好了 這些是32元 這些男仔 豬手 42.6元 這些霸王雞 很邪惡 58元 還有鬼妃雞 那些 甜 那些辣汁 酒煮裸 52元 還有胡椒 鹹菜 豬肚 52元 一大盒 還有一些小食 缽仔糕 那些 缽仔糕 這些全部都很邪惡 不是貴 100元 可以叫你傻 這裏 可以看到很邪惡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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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炸東西 焗東西 便 肥死 魚蛋 29元 有些雞翼 雞腿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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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焗雞 有些 貴妃雞 也有 我剛才看到 施華力腸 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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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蕭肉 那裏 豬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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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雞 好美 蠔蜜魚 也有 那裏 那裏 焗烏頭 整條 相片 那裏 雞也很美 還有蝦 這些蝦 我幾想試 78元 很大石 還有八爪魚 這個我吃過 龍蝦 這裏 有些龍蝦衣麵 避風銅炒蟹 好美 那裏 那裏 蟹我就不吃 就百多元 128元 一盒 那裏 這裏 焗飯都可以 這裏 很飽造 很邪惡 所以這裏 很邪惡 很邪惡 還有 三頓飯 那裏 那裏 一定有適合 是嗎 即是 不適合 選到適合 那裏 當然 如果你 可以適合 難過 一點 可以吃壽司 就只有 便便宜 這裏 是三個 那裏 那裏 就是飯糰 那裏 飯糰 不是 沒有人幫我走 那裏 有些藍麵 這些壽司比較貴,六十多元一匹 但可能比真鮮更帥 越去那邊的東西越貴 這盒已經去到85元了 85元,75元 還有一些鮮蝦,這些是否這樣吃 可以放在這裏,六十多元 然後後面就是魚山 一次過看完 不錯 不喜歡吃飯,可以吃麵包 這裏比較貴,不過是很漂亮的 這裏也很漂亮 這裏是14元 我都試過買三四個鮮蝦 這裏就很滿足,因為有些鮮蝦都未見過 這些就是 恆人丹麥酥 煮滿了恆人 忌廉浩角 這裏不是市面見到的 所以這裏貴得來,16元這裏也大過 不是你經常見到那裏 所以這裏也很開心,你買回去也有趣 這裏我也未見過 這裏加快檸檬上去 這裏是香橙丹麥酥 香橙丹麥酥 還有這個呢 合圖丹麥酥 應有盡有 裏面那裏有很多 這裏就是 表面那幾款 看不完 但我覺得已經不錯 現在新出的 帶子魚餅 新鮮炸出來 挺漂亮的 兩件25元 兩件25元 這裏也不錯 這裏還有一間鮮蝦咖啡廳 其實我一次都未吃過 不過就這樣看見 看見別人是吃那些 那些高級茶 幾層高的西餅 是很棒的 那這個價錢呢 牛扒86元 西蘭牛扒86元 西蘭牛扒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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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還不錯 還不錯 還未到200多 这里有个牌写着,这个就是 游闲二人下午茶,那多少钱呢? 268 元那些 High Tea 有些什么呢?这个是做了一个模式的,其实都差不多了 底层有些汉堡包,烟肉 然后有蛋糕,还有些甜品 可以吃这些蛋糕,可以叫一件,是50多元 这些蛋糕有几款 这些是52元一件 这些鱼缸不便宜,这套是450元 这些咸鱼仔也不便宜,这套也100元 最后我都喝不住了,买了三块鱼饼 35元,回去做晚餐 还有一个配供甜品,新出的 一个Counter,卖些什么呢? 是卖那些班戟,千层班戟 感觉上都可以的,挺漂亮的 榴莲 这些古早味蛋糕,仅有一间起左近的 看看我们的古早味价钱是多少钱 这里有写的 流心牛角包12元,是市值价 最高到85元,芝士饿肉松 可以看看这个价钱 一个很平平无奇的 全份有75元,半份40元 轻食又20元 早就吃不完 但轻食也要20元 可以看一看 它的模型很漂亮 感觉上都很漂亮 这层也有几间餐厅 都可以看一看 这里有一间叫利满园 吃些泡菜 这些年糕是41元 韩国的 新辣面 41元 嗯 而且它也吃过一些烤烤的 其实我以前也没吃过 但香港人很喜欢吃的 这些酒 成人208元 小童158元 顶级旁销放提 200多元 吃一堆肉 那我不如去Eon 放提 更新一下 这一条路 接近有些新的餐厅 会开 酒楼 这里也是 即是一间酒楼 这些酒楼 这些酒楼 我基本上就不会吃 明远 另外 会开一间叫泰国 以前前身叫红蜻蜓 红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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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前 我记得我自己中学时期 红蜻蜓 红蜻蜓 成为历史 这个蜜蜓 蜜蜓蜓 变迁很多 其实蜜蜜蜓 蜜蜓蜓 就在现在的寿司狼 那位置 红人一蜜 虽然说蜜蜓蜓 蜜蜓蜓 也好 这个是一个标准 那些东西是最便宜的 20-30元 有个包 里面有很多人 看看 大家看看 大家在这里 试试 看 大家在这里吃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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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吃得好 满满有味 那 用一个叫做 橫机拍摄 好像浮世会 打橫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最认真的那些 基佬 和姜桐 还有一个玻璃房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吃过 KFC还有 但也被网友调 说KFC蓝 但已经没有那么蓝了 就是你秘密记来说 这里下面的馆 我也挺喜欢吃的 那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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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雲吞麵 很好吃的 那下午没什么人 那拍摄一下 咦 发觉原来外面已经下雨了 嘩 都OK大了 那么 热了几天 终于有些雨 就没有那么降下温也好 那 乐部都有个 就是美食广场的东西 很多餐厅 那这里有间 U World Go Go 那 逐间逐间看一下 那 那 瑞士咖啡室 那 这间就 蓝蓝地的 那 以前就常常光顾 那 现在没有了 那 都OK的 一些东西 就是 呃 都是 茶餐厅价钱 叫做 不会说太差 那 都是没有吃一排的了 那 还有呢 就 平时都很多人下的 这间店 就 因为你茶器呢 特别吸引 因为装修 叫做正常 叫做 多分店 这间店 瑞士 就是 咖啡室 那 下午茶时间 现在 那 那些人在这儿吃东西 吹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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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间 叫做 呃 上海老老 那些 上海婆婆 老老那些 你抄我抄你 那些 那些 那 那 就 差不多 那 那 只要购买一个小菜 贵不贵 3茶就不算贵 这个是$46 这个是$32 $32 这个是$62 有个雲吞面 不过一百 现在的餐过一百 基本上都只要吃 这家是黄店 其实上餐 以前也偶尔有吃 但味道未必每个人接受到 有些都是热气 不是贵 $32,$40 我认为最棒是那杯夜饮 他也会饱饱 一杯 他会饱饱给你 那杯他充饱给你的茶 有薯条 公仔面 所以我以前也会吃 但问题很热气 今天人不算多 通常人都会叫外卖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 美国副总统 何錦麗 火车头 火车头多少次 何錦麗 何錦麗 就是这家 平时APM 就爆 而这家 就不爆 OK 稍微 稍微 以前也吃过一两次 其实不差 我说真的 我自己觉得不差 我吃过一两次 就OK 出奇地 没有人 但是 都不会再吃了 都是藍店 那这个呢 就是 我分两批 在藍店之中 有没有表态 还是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的那些藍店 就 不会怎么介绍 但都可能自己会 会试试吃的 有时 就是我这些 落父母的选择 那这一触麵 那就 相当受老人家欢迎 那 那 那 就是 区区的一组麵 都是 很受欢迎 因为它有一些粥 粥粉 粥粉 麵饭吃 那 不是线阵 都是难 来的 这些就叫做 没那么难 都 哎 有时 有时很多人 多人 我就不走进去吃 为什么呢 因为会下错单 或者是不记得了你的 经常性 就是 很奇怪的 只有吃过几次 就是 就是 它 不记得了我碗面 就是 等了八九个事 都试过 那 过来对面拍 就是 很方便的 就是 整个房间 一辣过 餐厅 一辣过 一辣过 都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藍店 来的 那 这里是茶木 来的 很大 一辣子 就遮住了里面的空间 其实以前就会吃一下 就是有时用来约会 这样 那 那 其实是中价 那些东西的份量又不是大 就是六七十元 一个菜 这样 叫做 那 以前呢 新开枪的时候 是逼想爆的 那 真是 一鸡死一鸡鸣 就是 八毛八日红 就是你不会说 整天 这么爆 那 它以前也是这样的 这些 雪糕 这些 多士 都挺漂亮 挺高身的 那 就是 这个 茶木 以前 有很多人 吃的 基本上 现在相对少了 加日 就会有很多 那 那 这个 手作灭霸 二元 牛仔骨 八十八 一个小菜 八十多元 OK 这些 还有盆菜 这些 只是 隨便扔下去 那些 冬菇 蝦 雞 那些 那些 我隨便在伊昂那里 你给两个水 我都砌了 那 多少钱 六百多 最高 九月期间 八 八 三条八 茶木 茶木 是装修漂亮的 聖座 但 已经是没有以前 那么净 以前 琴华那家 是 排队的 那 现在 应该不用了 是吧 没有去琴华吃 已经 很久了 这个 这个 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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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贵的 但是 它 咸茶 就叫做 好像我刚才吃的 那样 三十九 它 也有 赢 它也有赚 对不对 我又吃到碗面 就双赢 如果 你平时 价钱 是 六十多 最高价钱的定性 去到 八十八 蚝燒 蚝燒 鱼 下午 下午就不多 舒服 吃 我去看看外面 下午 下午 滴滴滴滴滴滴 不要这么容易 因为那几段 外面 真的 热得我中暑 这间 新的 叫普罗 我 看看吃些什么 多少钱 46元 58元 59元 其实不是贵的 这间店 看清楚 吃那些 鸭斯托米粉 新加坡 大虾 那沙 可南鸡 那些 我不知道它是 南还是 黄 如果可以 可以试一试 一开张 当然多人 现在就没有了 其实它也改了几次铺 以前是 吃那些汉堡 吃那些汉堡 后来就做不住 那 后面越整越大 嘩 刚才也没那么大 现在越整越大 弄到我缩了 缩了 这个位置 不是的话 可以开一点点 我没那么辛苦 鸭丸 我觉得不值 鸭丸 吃一块水 也不知吃了什么 那 这里 新品介绍 鸡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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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烏冬 五草 五十元 五十元 一个烏冬 很按钩 它是这样的 第一次吃 会觉得不易 那你就在这里 选择 拿着盘子 选择食物 就没有人服侍你的 你自己搞定 那些东西 我觉得贵 其实是 你继续 继续 继续 也不包饮 49元 一个烏冬 一个烏冬 底 还没加菜 加上去 每一样菜 都十几十元 加一只蛋 都十几十元 下午茶 下午茶 真是 你叫地盘佬 吃这个A套餐 35元 所以地盘佬 一定是去茶几 你别玩 这个可以吃得饱 一煮麵 加上不知是什么 然后还有温泉蛋 这只蛋 都是35元 所以 我觉得龟丸 就 麻烦点 还有 最新的 沙爹王 也不用介绍 他都有 不过 他胜在 可能有时候 会搞些主题 主题 以前 试过 魔士兵 有些 看一看 有些价钱 石瓦系列 这个是72元 下副油 推介 是不是真的 下副毒油 白咖喱 猪扒饭 很普通 六十元 猪軟骨 六十元 猪軟骨 蛋饭 五十八 鹿 就是这样 撒壊王 今天 就能进去了 看一眼 才更多人 全线分店 10元 是什么 指令山老 公运指令山老 既然简流 好实 很棒 199 元 生蠔是一般的 因為吃了肚痛 不過 如果你預算肚痛吃一餐 可以的 很可愛 看看人家的工資 二儲二萬三 二萬零三 庫念掌二萬零三 廚務助理 萬四 OK 就是這樣 工時 應該都偏長 每周工時60小時 很長 很長 60小時 我每周都 六小時不知道有沒有 那些餐都不便宜 都百多元 108 108 138 OK 這間 反而我未吃過 就是這間 不知道生蠔好不好吃 在街市裏 很搞笑 因為放進去 這裡就是街市 這間 都特別的 在街市門口 人生 如果想浪 一次都可以的 裡面就是街市 街市就買些鍋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裡還有一間 太興 都不介紹了 物價算了 五十九元起 這間店都多人吃 這間店 七十多元 茶餐廳 價錢 都未算是座地起價 一到下午就很熱鬧 吃些燒美食物 那些 又來回商場 裏面 這裡有一間叫鵪流亭 看看多錢 不便宜 九十八元 吃個烏冬 吃過一次 不差 但是 是不是很超級的那隻 就肯定不是 很普通 唉 就像車仔麵 車仔烏冬 炒一大堆給你 也有些比較便宜 有便宜有貴的 這個就四十八元 一個 蠔燒鰻魚粒 它都用牌子遮蓋著 保持食客的 一些普通的私隱 下午就不算多 鵪流亭都算新興的 一些日本的 食股東的食物 這裡就有一間叫做 Alfava 我一次都未吃過 好像感覺上的餐都不便宜 好像不便宜 我先看看 好像又不是很貴 看回54元 這款是甚麼 吃這個TZ TZ OK 可以試一試 天使麵 意粉 薯條 可以想想的 下次試一下 現在的港女很喜歡用來打卡 英式的也有 169 不知如何英式 它有些套裝 套裝 全日早抄都基本 108元 100元 還有些米飯 都是8多元 這裏 一開始 新的時間 多到爆 現在是沒有人認識的 時間能夠證明一切 有些東西 我看過那些飯不是很貴的 不過又是牛肉當 吉野家那些 有些東西 50多元 一個檔 有些便宜的 30多元 也有 可以吃到一個下午茶 看看 一個檔飯 38元 一個滑蛋牛肉當 38元 配配汽水 和吉野家差不多 飛碟 28元 也有些傳統的 沙爹牛肉 38元 39元 我落庫這邊 有齊元氣 和壽司狼 元氣 你就可以吃了 如果想吃的話 就藍店 不用排隊 有些烏雲 天空 今天就停了雨 非常之好 我們落庫 甜品 是少的 這裏有一間 滿機 我那裏也沒有幫助 這裏也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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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 以前是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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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两次,因为它太多选择 有时未到它 吃了两次 金砖西多士26 下午茶那些 下午茶也不是贵的 48-55 OK,50多元 不过它要加1 这个是有点差一点 我看看 看看 再看一看 风劍游人 这间反而是高级食物 Fresh Pasta and Pizza 这间是高潮 反而一次也未吃过,这是高级食物 这间产品 看不见 看不见水牌 价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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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价钱 很小 这枝 这边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价钱 118元 整个餐 这间 例如 8-2-8-3元 有些意粉 肉丸 那些 都可以选择 很多东西 配给你 平时 如果有人见到我吃车仔面 其实就是吃这间 又咸又甜 都值得 不过 健康就不太好 吃一吃 还有一间 这间蛋糕 都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在买的蛋糕 日本日式的甜品 日本月饼 从日本飘洋过来 新式的月饼 港币188元 这间蛋糕 这个小朋友很想惊 拍他又害羞 不拍他又在这儿玩 所以 基本上下库就有很多东西吃 这边就是 连龙墙的位置 不过 都奇怪 最近都变了一个 我发觉他都好像变了一个敏感地大 每逢一些敏感时间 他都有很多猪猪在区域 还有这个Masher Tea 要喝茶也有 都很齐 都很齐 哇 这张图很邪恶 有 凉粉 有 有红豆 一大堆东西 39元 鲜草QQ红豆 还有 芋头 还有 这边 真鲜 我都很喜欢吃 在地铁门口 相当方便 真的不是我吹嘴 真的 落库是齐等都很糟 坦仔都两间 以前我不敢包 但现在真的两间坦仔 三哥 坦仔 齐等了 代表这边的潜力很大 下午就没什么人吃 但我都嫌他贵了 现在一锅一锅一锅 都43元 不包饮 你加个小食 26元 就 60元 70元 不算多人 前身是吉野家 吉野家 整理就整理 这边 整理都回不了 大家乐 大家乐 长期包满 因为都是好受老人家 欢迎 一锅面 一锅面 最新是什么 又是盆菜 搞什么 现在拿了盆菜 这个角度比较清晰 可以看到 大家乐到都座无虚跡 整个大家乐到 乐库近期的房间 又变了 捐血 整个都变了 有物件 有物件 必然有KFC 这一家 不算大 还有一家 木桃小品 木少 小品 应该是 藍店 所以我没有光顾过 看看 最新的月饼 最新的月饼 价钱是 248元 这些 迷你的 月饼 金沙奶王 月饼 礼盒 看一看 正常价钱 不可以说它是贵的 木少小品 旁边都是同一个企业 都是那些 家庭 有一家吃面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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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元 一个这些 黑松露包 那些 好像不错 那些 那些是什么 安格斯牛扒 108 38元 这个香烤鸡 很吸引 但其实我都没有试过 这家叫做 Itamama 印象中 都是藍的 还有这一家 牛插窝 大热天使 三十几度 真的都有人在这里 拆 那 那 那 吃那些放堤 那 就在这里煮 那 那 那现在今天就不算多 如果星期六日 就逼没人 那 那 那 限时 那 那 150分钟 那 两个钟 都正常的 那 那 那 基本上都很饱 那 有一家 牛插窝 那 我想都要百多二百元 六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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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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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肉,不同的价格 有些可以高到488元 這間是新開的,一碗醋肉飯 一碗肉醋是不錯的 我以前也吃過的,其實也不差 價錢是中間 不算很便宜,但也能付出 60元一碗肉醋飯 加上野人是70-80元 牛腩麵是65元 56元一碗肉醋飯 這碗肉很划算,有鹽酥雞排 不過這碗肉很熱 是61元 加一杯珍珠奶茶是9元 水果茶是16元 隔壁後來會做一間酸菜魚 有月盞,是56元 整個套餐 有些小食拼盤 146元 不一般 特別是牛河 以前經常吃的,是56元 但好像是藍店 接著也沒有吃 可以吃越南糞 所以不一般 下午也沒有人 下午也有 這間餐廳 我覺得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可能半年都受不了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應該是吃點心的 也沒有吃過 因為平時有很多人 這間餐廳的餐廳時間 反而沒有人 看看是否貴 豪燒鰻魚飯 這間餐廳的餐廳 也不是貴 但賣相相 也感覺一般 梅菜 扣肉 煎膽飯 不麻煩 這間餐廳 最主要是吃點心 看看點心 小便是19元 中23元 大29元 特33元 頂便是37元 最貴是40元 一籠 可以了 這間餐廳 也是吃燒賣 腸粉 馬拉糕 很典型的 點心 這裏也有披薩 不過我真的超久沒吃 因為吃過這個披薩 之後覺得它很划算 這裏 一向都知道披薩 就不便宜 又加了 有些餐廳 有些餐廳 28元 38元 吃些沙拉 那些 如果有吃過薄餅 餐廳 就 餐廳 就52元 吃過意粉 就64元 有些餐廳 要加一個 那 那 那 這張圖 好像很漂亮 不過 其實就很小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很mini 其實 印象中是很mini 就是這樣 但其實披薩都挺受歡迎 你不要說 來到這個洛富街市 其實主要都是拍一些 叫做吃的 即是 煮了給你的 其實這裏 街市是有一間 好 零零射射射 好奇特 因為我們 樂富都 你說那些 吃雲吞麵 那些 魚蛋麵 真的很少 不過 其實也有一間 叫做香港仔 魚蛋王 這間餐廳 長期爆 我吃過了兩次 其實 挺好吃的 不過 位置 真的有點尷尬 而且 它很窄 只有幾張桌 最多就叫外賣 有些魚蛋王 旁邊有一間八方雲集 這些就很普通 吃那些鍋貼 所以就 都不特地介紹 OK 都有飯飯店 只是可以吃飯 魚香茄子飯 梅菜扣肉飯 不如釘反而去 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 就 真是一般 十九元件 那 真是 二十元都買到 不過 就 我試過 好像一兩次吃過 一些釘的食物 不知道是不是釘不熟 好像都令到 我有少少 一個胃 有點不舒服 這個位置 就有街寶 前身 就審五狗 都相當多人 平常買東西 因為這間店 街寶 可能都價錢 都值得 裡面是真的有 豬肉檔 有時候會有些唏噓的豬肉 在這裡斬豬肉 也有一個便遷 這裡有一間中醫 針灸 這裡也有些食物 其實這裡以前是街市 十年前 十年前左右 這是世界市 就是街市 三瓦 茶 茶 有時候也會在這裡吃 聯合興 就打爛 如果晚上吃宵夜 就可以在這裡吃 合理的 價錢不是貴的 三十幾四十元 一個飯也有 五個五十元 很多東西都是 OK 這間是新開的 叫上喜 原來這個時間 沒什麼人 就吃了點心 先試一下 它有些午餐套餐 44元 有些是48元 煲仔飯的貴 是68元 點心不是貴 是68元 煲仔飯真的貴 去到九十幾元 不過通常吃一粥兩件 很開心 原來這個時間 就沒什麼人 因為平日 星期六日 就看到它很爆 這間店 就是茶樓式那些 新開張 這間是變得厲害的 這間是 經常轉的 轉老闆 不知道轉過多少手 就是淡仔三哥 差不多最後 淡仔也有 淡仔三哥也有 淡仔三哥也有 這段時間 就沒人吃 這段時間 全都吃了 到夜晚 下午 就會比較多人 差不多了 樂庫的食肆 就七八八了 多漂亮 時間五點半左右 哇 光滲出來 在暈塵 那些暈塵 那些暈塵 所以樂庫的食材 真的很齊 所以令我中年發福 再加上這些食材 更加肥 就是這樣 今天更新一下 樂庫餐廳的情況 也沒什麼特別 回去直播 再跟大家說一些新聞 多謝收看